晚安 現在是下午 難得 又回到星期日 直播的日子 今天已經換了新的場地 換了新住所 夜思 我的流海有一桌特別長 是怎麼會是 但是呢 現在不是在我的新房間 因為剛剛稍微 測試過發現新房間的 訊號因為在 房間裡面所以會比較差 所以呢 只好 在房間外的 這個新設置的 沙發區直播 沙發區 其實應該是 還好但是 還是在外面比較好 就在外面反正也 沒關係 我的 我的瀏海 今天呢是久違的 星期日直播 下兩個禮拜應該也會 星期日直播 大家有 有 空嗎 大家有空 星期日看直播嗎 星期日應該蠻有空 其實是 發現成員們是 蠻少人 假日直播對不對 通常這個時段都只有我 獨佔 我需要音樂支援 需要有人從樓上 對 也是星期日五點半 喔真的喔 那就是 偶爾會獨佔 哇哇哇撞誰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是沙發 然後後面有我之前買的 背景布 然後終於拿 拍攝用場了 終於拿來放了 這裡是沙發 對現在看起來 這個很度假風 可以跟 待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個 剛佈置好的沙發區 說到沙發呢 就要 分享一下我 對這條沒有掛過 分享一下 我昨天夾到的 超可愛的布丁狗沙發 猜多少錢夾到 猜猜看 今天來聽什麼 我們可以先聽聽看 孟之河 但會不會想哭 要大家刷起來 孟之河的MV 非常美麗 六十答對了 怎麼可能保夾 拜託 只要有聽過布丁的名聲 一定知道 我是一個 深藏不露的 夾娃娃 達人 自己說 所以說我好像有 那麼一點點夾娃娃的天賦 就是 雖然不是很 很 不是很 厲害 但還行 比起一般人好了好不好 對啊 只要六十耶 我很厲害吧 他保夾好像三百塊 還多少 他還付我一個馬芬 超可愛的 這真的很可愛耶 剛剛有人猜三十塊 還高估我了 很抱歉 這個 你幫我連一下網路啦 平板的網路 沒有沒有 我是那個 從頭開始玩 我真的沒有接人家保夾啦 這個是靠我自己的實力 我之前才去 我發現我還蠻擅長夾 對 我 對 我剛剛那個額也是三十 但是第二隻就畫比較多 我蠻擅長夾小樣的東西 大的話可能比較沒那麼厲害 因為 上次我跟三號 就有一天出門的時候 就路過一間夾娃娃機店 然後遠遠我就在 那個 我就往那個夾娃娃機店裡 一瞄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黃黃的屁股 我就覺得 嗯 這一定是布丁狗的屁股 然後我就衝進去了 結果呢 真的是布丁狗 這是大隻的那種 但是呢 因為 我好像沒有很擅長夾大隻的 所以我好像花了 七十塊 但是沒有夾到 因為我覺得七十塊已經差不多 應該不會夾到 就除非要再 多一點錢 所以 只好 就是 就是 左巴 對 好 但是我覺得我夾小的 好像比較 厲害 而且小的也 比較 好夾 不用花那麼 多錢 而且很可愛 這個沙發真的很可愛 超愛 對 大的娃娃比較容易 沒有那麼好夾 穩 比較不穩 比較容易掉下去 我可以 手指做上去 這什麼 我 為什麼要播 RUMOR給我聽 我已經聽太多 不要 先不要RUMOR 我們要聽孟之河 請刷起來 請刷起來 孟之河MV 可以啊 上面可以放小隻的布丁狗 喔 做一個地的 還不錯這個點 但是 何 未關 為什麼到劑之河 還說蹈 快捏 到劑子 不想哭哭 我現在聽到 沒有 還喔我現在聽到 RUMOR 沒什麼感覺 不要再跳了 最近暫時先不想聽到這首歌 聽太多邊了 我覺得我最近要去剪頭髮了 因為頭髮太長 反正這真的很可愛 而且這個也是我一開始就看到夾娃娃機 然後它裡面是很多不同的娃娃 我想說這感覺就不會有布丁口 結果黃色的 而且它還在比較偏裡面的地方 所以我花60塊 其實還可以花更少錢 如果它靠近洞口的話 所以我定我可以花30塊就夾到它 但可是它在旁邊 對阿 我覺得我有一個 有一點天賦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夾的時候 非常有 就是我在夾的時候我覺得我很有自信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然後就出來了 哇哇哇 真的很厲害 我是夾小娃娃的達人 以後我的專長要夾一樣 夾娃娃 對 我的絕對就是你要有自信 你要就是相信你的感覺 就是你不要一直猶豫說 這樣對嗎這樣對嗎 你就是 對就是這樣 我是夾娃娃大學畢業 我以前很常看那個阿 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了 我以前很常看有一個 那個 夾娃娃的那個 頻道 對 Ryu跟Yuma 對啦 對就是那個 夾娃娃大學 我以後去夾娃娃大學 就讀 進修 對然後我夾完的時候 到一組我覺得說應該要錄起來的 我上次錄 我不是 我上次夾什麼 不知道他好像有錄影起來 這真的很可愛 沙發造型 我真的愛數他了 布丁狗怎麼可以這麼可愛 先把他放在後面好了 當作我們的 他在後面好小一個 他在後面太小一個了 來過來一點 好了好了 馬分還沒正 好耶 欸 他其實放什麼都可以吧 就是你想要擺什麼 在上面應該都行 反正就是一個 裝飾品 也可以 馬分可以拿掉 因為他中間是連接那個 標籤的那個 那個 那個線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他要這樣連著 為什麼不直接 縫在上面 所以馬分 這可以拿的 可拿式馬分 我記得那個時候 那台好像還有 還有什麼 沒熱地嗎 我是在家樂福 某一間家樂福的夾娃娃機 架的 歡迎大家跟我挑戰 你的晚餐到 恭喜你 欸我還沒有吃晚餐 但是我下午其實 滿晚吃的 可是我現在也沒有很餓 好的 我待會就可以來 今天有蠻多東西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首先呢 我們會分為三個部分 好有條理喔 第一個是要介紹 我們的新環境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Room tour 然後第二個部分 是要聊一下 我們唱 上週 欸已經上週了 已經一個禮拜的 CIVA演唱會 就是稍微跟大家 聊一下表演的一些 經過 還有 心得分享 然後再來 第三個部分呢 是因為現在已經 快要八月了 欸什麼叫難得 我正經也是可以聊的 我的直播都是 很有話題 沒有 今天難得有一些 有一些 步驟好不好 有一些流程 好再來 但其實我的新房間 現在滿混亂的 我可能要 把東西拿起來 休息 但是我的桌子還沒到欸 你要幫我關注一下 它的物流動態喔 道具組 對我都會聊到別的地方 我覺得 反正今天有三個部分 然後第三個部分 是因為現在已經八月 你知道嗎 還沒八月 明天八月 今天七月三十一號 就快要開學了 然後最近就在 處理一些開學的事項 大概是買筆電啊 然後最近 那個BTS方案出來 我就想說 我要不要 考慮要不要買 Mac 對 然後就問大家的意見 關於筆電的部分 還有那個 各種 上大學的一些 準備 對啊 是我AirPods 因為我是 我沒有AirPods 我沒有AirPods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常 聽音樂用耳機 我覺得還好 所以我 就之前就沒有特別去買 不過這次有送 就是 蠻吸引我的 對啊 可是有些人可能他之前 就已經買了 他可能現在就不太需要 但我的九月就開學了 還剩一個 月 我覺得我應該 好這個待會再聊 我們要照順序 大家可以先 想一下你們待會 可以告訴我些什麼 我先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直播的 三個主題 對 好然後呢 這個新環境的 因為這邊是地下室嘛 然後地下室主要就是 有幾個休憩區 休息的地方 像現在這裡就是一個沙發區 就是可以在這邊坐著 吃飯 看電視 這邊有一台電視 但蠻小台沒有很大 然後還有我的房間 就是 一個 目前是蠻無用的空間 哈囉草莓醬 你為什麼確診 對地下室的確診 他其實還不錯 因為我現在是連網路 所以還好 因為如果靠手機收訊 應該是不行 就是要用那個 他因為確診 好可憐喔 沒關係我也確診過啊 確診不會 不會怎麼樣 就是 比較難受 對地下室 確診不會 OK好 然後 先把雜物放一放 然後這個 大家應該是有看過 這個愛情報紙 我現在會把它放在這裡 喔還有我那個日丁 那個日丁 我原本也放在這裡 但我剛剛拿去樓上 沒有 現在這邊沒有什麼娃娃 這邊 主要就是 這個沙發 然後這個沙發呢 我們現在再 先來下來一下 大家看到這裡有個藤蔓 好待會兒再講它 好現在下來這個地上 這個沙發呢 下面這裡有一塊地板 然後這是我之前 買的那個 地墊 就是那個巧拼的地墊 然後我稍微鋪了幾塊在這裡 然後我稍微鋪了幾塊在這裡 登登 地墊 很好看吧 好然後這就是地墊 好後來這邊有一個 變電箱 但是呢它上面被我放了藤蔓 這是我掛的藤蔓喔 然後這個沙發就大概長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它是 我是買一個沙發布 因為它原本是深藍色的沙發 就沒那麼好看 我就買了一個米白色的沙發店 但是它其實 因為我原本不是要買來給這個沙發 我原本是要放在我房間 但是呢它就暫時被拿來用了 然後雖然它的Size 好像沒有很合 但沒關係就還好 還可以接受 因為我想說我沙發只有一個米白色系也還不錯 對這邊 其實這塊其實蠻大的 它是可以做瑜伽 然後 轉過來這邊 有一個電視 對 然後電視這邊有一個櫃子 但是因為那個櫃子有點稠 所以它現在是被 背景布給 蓋住 現在抓到我了 hello 反正就是這樣 欸這裡燈光 哇這裡燈光真好 這裡燈光很好欸 好反正這 才回來 就是這也是一個地板這樣 這個巧拼地板就是 遠看 就是其實看不太出來它的接縫 其實還蠻有質感的 對然後這邊就是一個沙發區 然後接下來這個 我買的這個 我買的 小椅子 它可以 就是可以調的 好這邊是我的雜物 那邊這樣我還會想辦法再把它遮住 這個原本是放在我房間的 反正就可以坐在這裡 等一下我要把我腳架調下來 它那個腳架不太好跳 算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一朵花 一個架子 一朵花 上面就樓梯了 差不多就是長這樣 這個小沙發空間 然後旁邊有一個桌子 但這個桌子 應該也要買一個桌墊 所以就先不給大家看了 然後 這個椅子呢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可以 坐在上面 嘿 好了 它可以調很多 它可以調很多那個 但是因為這個是豬的嘛 所以我就沒有想要 給它七個油漆什麼 大部分就是 醜的地方用什麼奇怪的 用什麼布遮一遮就好了 就沒有想要 特別的改造整個空間這樣 不會耶 應該是我比較輕 如果胖一點 可能就會長 沒有 沒關係 這邊沒有長輩 對 反正時間到底還人家 就不用特別幫他 改造他的便電箱 反正那個便電箱 就是暫時是用這個藤蔓 這我弄的藤蔓 因為這位主買了很多藤蔓裝飾 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 可愛的粉紅色沙發 它可以調 它可以 調你看你看這樣 沒有它因為它本來是想要 因為那個什麼 我們這邊的門口 門口外面有一小塊地 就是它想要在那邊放一個 類似木柵欄 就是想要做一個 放一些盆栽 然後它就買了一個 然後它可以 在那個木柵欄上面 掛一些假藤蔓 所以它就買了很多藤蔓 然後重點是 因為藤蔓實在太多 意思是就被我拿來掛這邊 還有樓梯 樓梯全部都是我掛的藤蔓 看一下 欸這裡看不動 藤蔓 但是因為這旁邊的地 你可以看到這裡旁邊的地 是原本的地 但是這一塊是有鋪 因為那些 這邊就算是隔一個 休息區這樣 因為他們可能還會 就是有東西 要拿下來這個空間 所以那邊的地 就沒有鋪 怕弄髒這個 這一塊 這其實佈置的非常簡單 原本的地板就是普通 普通地板 但其實樓梯也是蠻醜的 就是髒髒的這樣 但是呢我放了藤蔓 其實它遠看看起來還好啦 遠看看起來還好 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放的藤蔓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 我以後會有很大的聚部空間 然後上面有藤蔓 然後這個就是 的背景布 就是這個小空間 我不確定我過去會不會斷線 有樓梯有燈泡 只是現在沒開 哈哈 博物館 但是這個背景還不錯吧 這是我跟道一組一起貼的 對沒有什麼藤蔓不能解決 就我一發現有很多的藤蔓 我就全部弄到那個欄杆上面 不是欄杆 電不電梯 樓梯扶手 全部放在樓梯扶手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 因為它這個本來沙發就是 比較復古一點 但是這個這塊布不夠大 但還好 先這樣 對背景布是以前買的那四塊 還有一片在樓上 然後我原本想要把粉紅色那一塊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放在我的房間 但是 再想想 電梯 自備電梯 反正就是這樣子囉 然後就是平常 就是可以在這邊看電視這樣 這邊就是一個休息區 然後也可以在這邊 夾崩 哎唷提到了 夾崩 我房間應該還可以掛 待會我再看看能不能進到房間裡去看看 因為我不確定那邊的那個 喔我已經在這邊拍過照了 我等一下樓梯都拍了 就是我最近前幾天吧 有一天我有化妝 我就今天也有啦 今天也有啦 有一天我有化妝我就拍了滿多照片 喔我今天會發文喔各位 待會再發 等我 直播完 好了 還是待會 沒有 所以我跟你們說 為什麼我會 最近會變成高產的原因 是我一旦有的照片 我就會發 但是我如果沒有發的話 就代表我真的是沒有照片 呵呵 但是呢 因為現在呢 就是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 那個 那些世愛演唱會 我就拍了很多照片 然後我就有很多照片了 那就可以發文了 我世愛演唱會可以發 還有那個 樂修型的衣服 還有 對啊 就是因為我 因為我 又剛好真的都沒有出去玩之類的 所以也 沒有拍照 所以 就真的是慌耶 要趕快備份一下 順便備份一下 這真的很可愛 其實這邊燈光還不錯 而且 這個角度 最亮 這邊剛好是一個白牆 唉唷 我是拍到我自己的腿 好白癡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是原本的那個 我也有看過 有這個 木紋的那種 貼紙 欸我有買了 但還沒到是這樣 反正就是 會有這個木 可以貼木紋貼紙在這邊 然後就不會那麼醜 這個燈好亮 好漂亮 但其實這邊原本真的就是 非常的 怎麼講 Local 所以呢 但是經過了一些 巧手的改造 這邊就可以變得 有那麼一點點質感 至少 假如說 只拍到一個小角落的話 還不錯 還不錯 真的喔 我還在想 這邊我不知道會不會動 因為我房間我是會 因為我房間是粉紅色地板 所以 沒有辦法接受粉紅色地板 配這個 實紋 那這邊好像可以不用改 可以先講 是還好 因為其實這邊應該就是 這塊應該差不多是這樣 沒有 門還沒拆 我應該不會拆 就是盡量想要弄的簡單一點 就是 關於一些比較大的工程 感覺不會去做 因為這邊也是 這邊是租的 如果是買的我就給它動工下去 但是這邊就是租的 比較乾淨舒服就好了 沒錯 就是這樣 對這個燈蠻亮的 蠻好看的 反正我以後就這樣直播 以後就一直都在這邊直播 所以請這個直播空間多多指教 然後希望這邊收訊好一點 就是不要那個 不要長卡 拜託囉 之後就這角度 或者是我隨時變換角度都可以 就是這邊 目前很乾淨 所以呢 想要怎麼變換角度可以 在這邊也可以 像是現在這樣也可以 這邊應該不太會弄亂吧 這裡也沒什麼好弄啊 就除非東西都丟在這裡之類的 希望是不會 還有這個粉紅色的椅子 這個不是放在我房間 但是 它這個就是可以拿來拿去嘛 就很輕 所以就可以隨時的移動來移動去 然後它這個是付的 抱枕 但是道律祖賢它不夠膨 但它這個真的沒有很貴 好像 兩三百塊嗎 忘記了 但這種不貴的東西 都不要要求它太多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 做起來已經很舒服了 所以我就不要求它太多 我覺得它能做這樣就很好的 幫我們布丁狗錄定 爛泥模式 我們以後就可以在這邊爛泥模式直播 好 大丁在房間裡面 對啊這已經很便宜了 雖然它覺得沒有很 就是它的 這個沒有很紅 但是它這樣已經很棒了 我以後就一直這樣子 它可以調五個那個 它可以躺平 然後 調上來一個 再調上來一個 再調上來一個 再調上來 有我房間有一個廁所 我房間有一個廁所 反正我就這樣子喔 耶 很開心 我已經準備好爛泥模式了 要先說晚安嗎 不要 早安 我也可以在這邊認真的工作好不好 認真的生產 生產什麼 生產照片 修圖 反正我今天要發的我已經弄好了 我已經修好了 所以 待會 直播完就可以發了 我最近蠻想學了一首歌是TWICE在 日本的那個新歌 Celebrate 對阿很開心 我在想要不要學 但我會覺得好像有點難學 好有什麼最難得到我呢 算阿先不要把話說得太難得 不要指動嘴 好兇喔 好啦 反正OK的各位 我最近就是已經 最近忙的事情暫時 暫時告一段落 最近 比較 時間 多了那麼一點點 放假了一下 反正它會出產的時候 它自然會出產 佛系一點各位 對 巧屏其實遠看還蠻有質感的 它遠看其實不太像是巧屏 遠看真的很像真的地板 但是它其實還是看得出來那個 縫隙 喔唷 我有最近在研究reels 我最近有在研究reels 我在想說 但是這個巧屏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你的那個格局不是非常方正的話呢 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 我移動很多 就是像這樣子 像最後一塊那邊會 就是如果你要力求完美的話 就是要花時間去採檢一下它 但是有點太麻煩 反正平常也不會注意到那一塊 所以我就 欸這裡燈光其實也很好耶 但是平常是不會去注意到那一塊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的弄 但是不是因為它 剪了之後 等一下我想一下 反正就是需要再剪一剪 那個精準測量這樣 就沒有花時間測量 暫時先這樣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 到底組不知道哪來的溫度計 還有濕度 現在是28.7度 37 濕度37 6.03分 它就放在這裡 OK 對 而且其實這個空間是沒有冷氣的 冷氣 欸它裡有開冷氣嗎 我也不知道 冷氣是在那邊有一間大間的房間裡面 還不錯還不錯 我自己覺得還現在的那個 現在的天氣 現在的氣溫還不錯 舒服欸 這次地下室也沒有很悶 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就這樣子吧 因為這個這個椅子 如果放後面有一個 可以靠的地方也蠻舒服的 好了 我已經做好了 很可愛吧 一整天 已經準備好一整天在這裡 其實 但其實沒什麼事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待在上面 就是一個人待在下面 其實也沒有很可怕啦 還好 其實還好 但比較安靜 或是我要自己播音樂 比較嗨 嗨起來 我過來幾天了 真正搬過來 兩三天吧 三四天 但這也不是我家 所以也還好 沒什麼差別 這裡就是 還不錯啦 因為其實昨天假日 昨天是假日 然後 他們倒一直沒上班 但是我們 下午還是有來這裡 坐在這邊看電視 晚上坐在這邊看電視 子明自己家裡有電視 然後就跑來這裡看電視 我昨天來鋪地板 這個地板是我昨天鋪的 熱騰騰的 而且這個電視 沒有很大 好像32分 家裡還比較大 對 新空間有新鮮感 就是喜新厭舊的 然後這昨天來鋪的地板 鋪很快 非常的快速 只要有手就鋪了出來 我非常引以為傲的小空間 雖然也沒有花了多大的心思 多多的時間 但是 其實還好耶 也還行我覺得 搞個投影 也是不錯耶 但我覺得 因為這邊的牆 因為沙發在這邊 但沙發對面的牆沒有很大 所以沒辦法投影 都行好不好 想怎樣都行 可是頭天花板喔 這樣要躺著看 太舒服 我要喝一下我今天買的飲料 我怎麼又買飲料了各位 我今天難得買奶霜耶 但我真的不太會喝 嗯 我不要再喝飲料了 我說我不要再喝飲料了 喝這個是 二泉旅茶 我覺得還不錯 他們家好像就是 以奶霜為主打 減脂計畫出來 我不會想穿家嗎 當然不想啊 嗯 但如果 哪一天我真的被找去 我也是 接受好不好 坦然接受 去運動一下 順便減脂一下 對呀 脂肪過多 很有趣 有啊我如果去個一集 我應該 哇讚讚讚 然後 去完一集就 喔下次可以不用再找我了 謝謝 我就去一次就好了 謝謝 謝謝劉建谷的楓葉 對我知道他們都在那個 他們都說要傳自己吃什麼給教練 我都有看到他們在 那個 控制他們的 飲食 那我還是不要亂去 對有體驗過就好了 反正 我不會主動說 欸我要去啊 隨緣吧各位 隨緣隨緣 一定不會找我的吧 我去找紫瑄呢 紫瑄 有有有拍照 我不知道林宇有拍照好不好 我可以作證 李宇那天施雅演唱會的時候有拍便當給她的教練 我有當她的證人 紫萱嗎 紫萱 紫萱 很忙嗎 還有誰呢 都可以嗎 用你皮衣很多人吧 不用不用我真的沒有特別特別想去 我就是隨緣好嗎 不要那個嗎 不要陷害我 反正我是有靠林宇有拍的照 我最嫌嗎 是我嗎 還有誰呢 UniP等那麼多 橙橙去嗎 年輕活力好不好 開始那個推給別人 推給別人 我一定不是體脂最高的吧 沒有我體脂沒有大幅提升 我才沒有一直都在家裡耍廢好不好 我怎麼可能 我今天講述說不要 沒有 你不要一直陷害我好不好 讓我安安靜靜的那個 度過我剩餘的暑假好不好 聽起來越來越廢 對 測出舒服意料體脂放 還能多舒服意料 不就差不多那樣嗎 大家不都差不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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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我們平常在量體重的時候 也都會量體脂啊 大家不都差不多吧 差不多啦 對讓我默默的 有人破30 真的假的 信啊 我以前很 我以前T字很低欸 但是自從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好像很老 自從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就莫名其妙會變高 因為我們那個體重機 就是你只要年齡大1歲 你的T字就莫名其妙要多1% 我記得我最以前大概十七十八 年輕的時候 我現在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我其實也不確定 可是男生比較低啊 女生比較高 弄到腳了 我現在十八歲 我以前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體脂比現在低很多 但那個體重機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你年齡多一歲 你的體脂就會多 然後 隨著年紀的增長 體脂就慢慢 越來越高了 怎麼辦 因為我家的珍珠 不小心被發現了 沒有說到 沒有說到我有加珍珠 還是被發現了 還是被發現了 那麼明顯 但我覺得我的 好吧 我不知道 我的肌肉量多嗎 我不確定 脂肪應該還 還不錯多 我可能又有脂肪 又有肌肉 各一半之類的 你們不要一直那個好不好 不要一直叫我去 我不是軟Q軟Q的嗎 哪個部分 我覺得我 可是我沒有 我的手以前是沒有肌肉 但是後來我練一練就有肌肉 然後我的小腿其實非常發達的 但是感覺 好像也有脂肪 可以坐三下 真的假的 好 反正 就是這樣 有緣 再去吧 沒緣就 乖乖帶在家 結果變肌肉團 但我的手臂是沒有很多肉 通常一般人都會有 所以我覺得 喔 自己手臂 就是穿如袖手臂很粗的煩惱 我基本上是沒有這個煩惱 還是其實我應該要有這個煩惱 但是我沒有自覺 就是我其實手臂明明超粗 然後我一直覺得還好 但我覺得還好啊 我真的覺得還好 沒有 我們什麼都聊到做十下伏地挺身 我們從來沒有聊過這個主題 我覺得我的小腿肌比較發達好不好 手臂目前是 但是 還好 因為 對 我是竹竿手 說得很好 我真的是竹竿手 真的是竹竿手 展示我的手 沒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的主題有聊完就好了 我們不一定要 一直圍繞那些主題 我們也可以隨時的 變換 啾啾啾 你們要看我的那個嗎 我的那個 我的房間 第三個畫力很不曉得 是怎樣大家都會 叫我買MAC嗎 欸 有人買過 有人買MAC 可以 跟我分享你的感想 結果我們又直接跳到第一 第一那個 咬公看 有 我有手臂肌肉吧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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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喔 我要移動 大家其實現在 破音 大家其實現在有點亂 我要來 不知道這裡訊號好不好 好尷尬喔 我要來整理一下 因為我現在已經比以前好很多 所以我 不是我的手臂啊 其實都比以前多 我已經 所以我才會 展示給大家看 是因為 我以前 喔 已經看到雜亂的部分 所以 我應該 欸 我現在連線不穩定 好 倒退倒退 倒退倒退 好 我現在把這個 架在這邊 到這邊都會有各種聲音 真的 走進來就不穩了 走進來就不穩了 我給大家速速瀏覽一下 因為我上次有給大家看我的地板 對不對 地板現在是 就是一樣 粉白的 然後 牆壁 阿不穩了 阿不穩了 好了 趕快出去 就這樣就這樣 好了 我出來了 大概 大概迅速的那個 迅速的 看完 好了 回來 粉紅色的那隻 它很久以前就在啦 只是我都把它 放在 沒有拉出來 櫻花布丁狗 沒有 沒有搬出來住我 還是住我家 這裡是 NEW工作室 我露出我的襪子 我的襪子 哈 反正剛剛 迅速瀏覽是這樣 因為 大概裡面太久 會訊號不好 所以呢 就給大家收尾看一下 牆壁目前是長這樣 然後因為 地板上面 也沒什麼東西 最近的回音比較大 對 因為這邊是地下室 什麼全都在地上 不會 這裡 我不會 我不會 跑來這裡 晚安 我覺得它真是不錯吃耶 現在終於愛的小生 反正裡面大概就是長這樣 然後 地板上就是粉紅色粉白地板 二圈旅茶 什麼 沒有要離開的 這裡是 道具組的工作室 然後 翻新的地方 然後 地下室可以 拿來給我耍廢 往後跌倒是怎樣 我剛剛為什麼 向後跌倒 好白癡喔 應該目前 差不多 我在等我的桌子來 因為今天想喝奶霜紅茶 我其實真的很少喝奶蓋 它的四季寸不錯喝 因為今天道具組有喝 他說 他覺得蠻好的 味道比較 那個 那個什麼 比較 味道比較濃 沒有 我沒有霸占所有空間 這個地方就是他們 也可以坐在這邊 休息 然後 因為這裡還有 這裡總共有三間房間 一間是我在用另外兩間 他們 也會拿來用 所以 反正我就是住在這裡 愉快的度過愜意的午後 真的喔 他的店是不是不多啊 他的店是不是不多啊 好的 反正這就是 大概 目前有佈置的地方 沒有 我剛才來的 吃完 飯 來的 直播以後都會 應該都會在 應該不一定啊 也有可能在家裡 但這裡比較 比較美膩 都可以 看心情 看當天 方便 哪邊 所以呢 以後就不會再回到那個 藍色 深藍色 牆壁 白色牆壁 午後海報 沒有啊下午吃著 欸對了我午後海報 我有帶來 但是 背裡好像沒地方掛 那我們就等六張海報出來吧 對因為那邊 但是那邊的訊號 就是一般 直播外 其他的使用 應該還是OK 就是 其他的使用 看影片 不知道怎麼樣 嗯 不確定 反正如果裡面不行 就出來吧 反正就是 以後就會在這邊 直播 對 歡迎新空間 慢慢辦一個Party 那個什麼 新家Party 耶 這邊訊號 居然比之前 好 是怎樣 我原本想要在裡面直播啊 但我現在發現 它裡面訊號不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以後會 變成怎麼樣 如果它真的訊號不好 就是如果我講 就是我要在裡面 做報告什麼的 就是以後如果開學 我也覺得 我也可以在這邊 study之類的 當然我現在覺得它 好像真的不是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舒服 買食材辦Party 紀念撲克大賽 欸撲克牌有 我在我的那個 但我從那邊 那個什麼 不會啊 我很安靜 對 但就是要 再看看囉 而且因為那間也沒有 冷氣就是有電風扇 現在旅官的幸運潮 布定很安靜 布定很安靜啊 我真的是一個就是 可以安靜也可以吵的人 動靜皆宜 對 可是我跟你們分享 就是因為自從我冷氣修好之後 我就是睡覺的時候 會開 一下下 定時 定時大概三個小時 要有一個乾爽的空間 睡覺 然後睡著了之後 就沒關係 對 我現在是吹電風扇 其實還蠻涼的 現在的那個 因為現在的氣溫呢 是28.6度 非常的 乾爽 濕度35 乾爽 被雞胸哭了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自從我開冷氣之後 才發現真的有差別 所以 就是雖然一開始 它 就是之前 沒開的時候 雖然也不是不能睡 也不是說會很 不好睡這樣 但是自從開冷氣 會發現 比較乾爽一點 就是真的是乾爽 因為如果你不開冷氣 就真的比較 悶熱一點 現在有冷氣嗎 我也不確定 因為那邊的 那邊有一間大的房間 我不知道那間房間 到底應該有開冷氣 不然應該沒那麼涼 我要睡的時候才會開 半夜我不太被熱醒 我只有醒來的時候 會被熱醒 我好像前天吧 醒來的時候 就覺得超悶熱 因為就沒有 冷氣已經關了 就覺得有點悶熱 就醒了 雖然也是我平常醒來的時間 也沒有特別被熱醒 目前是沒有半夜被熱醒的狀況 只有醒來的時候被熱醒 不會啊 可能是我房間就比較 涼爽 現在就是設定三個小時 把這個放回去 誒 我在第九名 笑死 不遠 其實 也不能算近 也不能算遠 中間 醒來的時候覺得很熱 好 已經快一個小時 誒 我今天直播真是過得蠻快的 很快樂誒 又跑了直衣 笑死 我今天直播怎麼過那麼快啊 你們不覺得嗎 我覺得我還沒幹嘛 然後我 就有點一個小時 今天時間過得特別快樂 我們入處Party 旅冠每次都Lag誒 你那天 你那天 那個孟之河的MV 我也有看到旅冠留言 一直怎麼一直都很想施啞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 不是我直播時間 我就不會 不會發現你的蹤影 我有看首播MV好嗎 然後我就看到魯冠在你底下留言 對 每天都超想施啞的 對 超好笑的 你又不可不可以換一個梗 不要每次都一樣 下次換一句話好不好 女龜有連被15個人按讚 笑死 我應該是沒有按讚 反正你又被我發現了 這樣真的不行 你幹嘛自己翻自己白眼 他那就是露卡台的梗 那露卡台的梗 你就用在露卡身上就好啦 你為什麼要用在別人身上 你幹嘛翻我白眼 跟我什麼關係 我才要翻你白眼吧 所以誰要翻誰白眼 吵架 這也回應比較大 這樣我好像就不用講話講得太大聲 也可以很大聲 也可以很大聲 你可以改名字啊 你可以不要用本名啊 好了 關鍵 你不要每次都這樣子轉移話題 你看然後你每次都那個 你每次都不知道我們剛剛講的什麼 然後話題講的什麼 你每次都落後 第一部分是room tour 沒關係 習慣就好 好再來是第二部分 我們馬上進入第二部分 那考一下旅館第二部分是什麼 來吧旅館 你肯定知道的第二部分是什麼 第二部分是什麼 沒有第一部分剛剛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稍微room tour一下 介紹一下這裡的環境 那第三部分呢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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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該笑死 他不是說第三部分 Sorry旅館 答錯了 今天沒有手搖帕喔 我該笑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真的很好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欸 回笑他快哭了 好沒事 沒事的 好我們直接進入第二部分 開車小心 第二部分自然也要唱會 好的 然後就是 大家這次 先來問問大家這次的感想吧 他沒辦法送 大家這次 看了續啊 演唱會 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或者是你最喜歡我表演的哪一首歌 或者是 之類的 還沒買 還沒 我覺得我應該會買 那個什麼 舊的 就是 什麼 M1 M1 你們不要對他那麼壞啦 沒關係 我們要愛與友善 與包容 紫花崩 那蠻好看的啊 我覺得那個 那個比較那個 舞台的 效果還不錯 對我也是 我有看稍微研究一下 發現好像其實沒什麼 大家都說沒有 特別的 N2 N2 要怎麼講 他們好像沒有特別的好 你可以啊 所以我想說 那沒關係 我就不用花多一點錢 花少一點錢 好反正 你沒有注意到紫花 為什麼會沒有注意到 夢之河的時候啊 你為什麼會沒有注意到 這麼大的那個 好吧N2 對不起 N2 我很想念二嘛 N2 你不過你說的很有道理 我這個人其實邏輯蠻差的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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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諒我 還真的喔 對啊 這麼大動靜的一個東西 但其實 就是 呃 之前 導演是有跟我們 導播是有跟我們講 會有這個 特別的效果 但還是 還是會嚇到 但是有心理準備 是已經有事先知道 所以也不是說毫無預定 然後 這次我表演了 我表演了哪一首歌 我表演了幾首歌 考大家我有表演哪一首歌 好難喔 為什麼我看到果實會閃 哭 有 我在夢這盒的時候真的是 一直哭 不知道怎麼回答 笑死 不少歌曲 好棒的回答 最喜歡我的Mayby 對我這個第一次表演的 第一次表演的歌 果實也算是 然後還有 唇上賓買BABY 跟借口而已 MAYBY 那兩首歌唸起來很像 對我第一次表演Mayby 我覺得 Mayby是 真的蠻好聽的歌 然後 也算是我第一次表演 雖然之前 大家就應該有 聽過了 之前好像就以前 Bellflower有表演過Mayby 然後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跳Mayby 還有 Be my baby 唇上 這兩首歌都還蠻可愛的 對然後 蠻喜歡的 第一次的表演 對 希望大家覺得我可愛 可愛嗎 Be my baby 我最喜歡哪一首 對 兩首我都蠻喜歡的 還是說全部 我第一首出去的 登場的是 衝把少女們 少女向前跑 很棒吧 然後 第二首 冤枉之前 然後 果實 樂福修行 然後 唇上 還有 藉口 然後就是 全緣曲 全緣曲 還蠻多首的 全緣曲 蛤 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 不知道 都有吧 兩邊 都有啊 對這邊是可以跳的 是沒錯 蛤我覺得都有啊 蛤我覺得都有啊 都有吧 硬要說 對我長了舞蹈跳舞 是吧 我是覺得左右差不多 我也不太確定 大概那樣 差不多 真的嗎 好吧 那就好 那是怎麼 我一直在那邊啊 對然後因為這次還有那個 延伸舞台 所以就算是 還蠻酷的 因為這其實是我一個 算是我進入TP以來 表演過最大的舞台 最大的場地 因為我畢竟也沒有參加過 小巨戰還有陽光巨場 這兩個 盛大的 盛大的舞台 我都沒有去過 所以我就是我第一次 站上比較大的舞台 還蠻興奮的 這次 站上大的舞台就是開心 沒有啊 陽光沒有啊 陽光沒有啊 三週年 對啊三週年也算 但我三週年只去一下下而已啊 就是 就是只有那個 這個 算是這次是我 就是 全 全程都有參與的 對 懂嗎 這算是我第一次全程參與的 包括彩排啊 然後 表演 全部的 地方 對 對啊 陽光劇場我不在喔 哈囉 然後 對 小巨蛋是因為 我的時候 年齡 那時候還沒16 所以不能超過8點 然後 那個什麼 三週年只去一下下 然後陽光劇場那時候 暫停活動 對 然後我也沒有跳過果實 就是 之前三週年 出PRO的時候 噢耶 我也是不在喔 所以這次 那個什麼 這次是我第一次表演果實 雖然大家已經看過我跳果實的樣子 就是在M1還有舞蹈 練習班 喔對 八個公演在三創喔 難得 不在烏美劇院 嶄新的視覺體驗 有抑鬱 對你舞蹈被愛有影響嗎 沒影響 沒影響 現在覺得沒影響 以前可能覺得有一點 現在好像還好 對啊我做好哭 錯過很多耶 哭哭 對啊我做屁都不在 對 又有線上票 請大家 大家務必來觀看 很久沒表演的reset公演 相信大家都已經快忘記了 忘記 忘記reset公演了 因為其實有一陣子沒有練習 需要複習一下 祝福大家可以搶到票 對我是一條活龍 祝福大家都可以順利搶到前面的位置 對 因為烏美就是滿了 但偶爾換換場地 換換口味也不錯 烏美的人很搶手耶 好 這是用抽的 抱歉 我真的是資訊落後 祝福大家可以抽到好位置 好不好 不要再cue了酒蛋 我是用抽錢的 祝福大家可以抽到好位置 真心祝福 而且大家在前面一點的話 我也比較好找 反正沒關係啦 就是 能看也很棒 能看就很棒 能表演就開心 因為reset公演 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 會結束 所以 就是 趁能看的時候 多看幾片 不是喔 還是要舉 而且你這句話 也打錯太多字了吧 我也不知道剩幾次 也不要問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剩幾次 對 但就是可能剩這 也 十日不多 複習一下 我就會想起來了 什麼布條 我相信複習一下我就會想起來了 這個就像是我以前國中老師跟我講的道理 他說呢 你那個 你讀書嘛 然後你以前讀過的 只要你以前讀過的 你現在 只要複習一下 就一定還會想起來 就像你 煮一盤菜 然後你隔天再拿去加熱 它還是一盤好的菜 就像你以前忘記的五步 以前列過的五步 現在有點忘記了 但是再重新複習 就像 回溫的菜一樣 還是可以吃 我現在太喜歡 我想要怎麼講的 反正大家就是 你隔夜菜拿去加熱 好不好 還是一樣可以吃好不好 反正就是他講的 不是我講的 反正就是 我稍微複習一下 還是會想起來的 沒有我只是突然想到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複習一下就會想起來了 我不是 只說 不好吃的部分 早早就不要講什麼奇怪的隔夜菜理論 沒事你們當我沒說 反正就是複習一下就會想起來了 不是我的隔夜菜理論 不是我 對 你一定有記憶了 你的身體會告訴你要怎麼跳 是嗎 希望是喔 好 反正思雅畢業演唱會就是一個 還蠻多感動的地方 尤其是孟之河是最讓 最讓大家還有我自己感動的一首歌 因為這首歌 思雅在畢業的歌曲嘛 然後其實在彩排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哭了 沒有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彩排 為什麼那時候為什麼會哭嗎 因為其實以前在跳孟之河這首歌的時候 大家都是還好 就是因為是彩排 不是彩排 不是彩排 就是練習 練習就不會覺得 不會覺得那麼感傷 但是呢 彩排這個時候是因為 因為我們也有 連唱歌也有一期彩排嘛 然後那個時候 思雅在唱她自己的 part的時候 然後她就有一種那種哽咽的聲音在唱歌 她就開始哽咽的唱 然後結果大家聽到她哽咽的聲音 就開始受不了 你知道嗎 就聽到她就是要哭要哭的那個聲音 然後就完了 然後就大家都開始狂哭 因為那彩排真的沒有想要哭的 但是不然就是聽到她的 難過的聲音 然後就大家就互相 這個難過的氛圍就開始擴散了 對 然後大家就彩排的時候就 然後就哭了一下 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就是沒有想著要哭 真的不小心就哭 對 就是一個彩排的那個 對 也是有人說她彩排已經哭過 所以她正式的時候反而沒有哭的那麼兇 因為她彩排的時候哭太兇了 然後就哭完了 然後到正式的時候反而還好 那也有人說她彩排的時候沒哭 但是正式的時候又哭 所以每個人都不一樣 啊我的事都有哭 我這個人就是 眼淚類腺比較發達 喔對Visa其實看過了就還好 但是那個 我們看過的是那個 最後 我們大家一起看的那一段 那個 像是Takeshi-san錄的那段話 也是我們當天才看到的 但是也不是每個影片都有看到 有些有有些沒有 就那個時候大家看到Takeshi-san就 就真的蠻難過的 因為畢竟她是 以前 帶領我們走過一段時間 然後人也真的很好 很用心對待我們的老師 然後對她其實也是有很多的感情跟 很感謝這樣 所以看到那一段其實 就是蠻感傷的 但是她講話真的是蠻好笑的 對還有我們的U子看 然後還有看到她穿那個 那個衣服 但是呢 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還...還好 她朋友講蠻讚的三分 超好笑 就是很久沒有看到她了 對我也覺得是 真的很用心 沒有就是因為 因為是這個 看到這個人 就是覺得 就是想到以前的一些 回憶這樣 就是 這次的演唱會除了 很捨不得施壓之外 也是 會很 會想到很 很久以前的一些 那個 會想到很久以前的一些回憶 對她的...我也有注意到她每個片段會一直 一直撿一直撿一直撿 就是真的會想到很... 我一直在舊室 會想到很...很久 很久以前的回憶 就不敢從甄選 開始 然後到 現在 就是 很久 的 害我想哭 對 一路走來 沒事我只是打她牽 因為... 這段...這段路...路途呢 還蠻長遠的 然後... 不只是看到一些 跟世愛協會 也看到很多 自己過去曾經 想到自己過去曾經 努力的片段 一些...回憶 然後就...啊...很...很懷念 就是... 當初... 就是... 是懷抱的... 怎樣的... 夢想 就是... 以前...從一個... 懷抱夢想的... 小小小朋友 小女孩 還...到現在... 經歷過... 很多... 悟同的... 不管是困難或是挫折 又或者是... 感人的瞬間...快樂的... 時光 就是這些... 很久... 很久...現在的... 現在的... 自己... 這也是... 感謝... 當初... 感謝當初... 願意嘗試著自己 感謝... 當初... 陪伴在身邊的... 大家... 對... 嘿嘿嘿... 好... 大概就是... 反正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會... 就是會... 連結到自己... 投射到自己身上 所以又變得更加的... 感傷 是... 其實想到很多啦 就... 哇... 曾經的自己是... 在做什麼做什麼... 那就... 很懷念那個時光 對... 恩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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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去哪個衛生紙 反正就是感人啊 感人 感動 就真的是很久了 這段時間真的 對也是這樣 這五年 2017 我拍我自己的腳 2017的8月吧 2017的8月 有一個名為鄭家喻的小朋友 然後他 填寫了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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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是8月吧 應該是8月 我是什麼時候 反正就差不多89月的時候 填寫了報名表啊 至今年快要 五年了 好久 五年的歲月 好 不要再感性時間了 不要再感性時間了 反正就是 也希望之後 施雅可以 好好的 向前走 go now 對 從我身上睡到現在18歲 帶上他們的愛go now 是 是我先看到的 希望他可以開創出一條 屬於他自己的道路 未來一切順利 也很感謝他的 對TP的 幫助 好 然後 然後 就是這次的演套會前四首歌 就是 施雅特別安排的 就是 算是我們的一個 故事 我們的故事 就一開始 第一首 好想見到你 好想見你 就是 這是我們一開始 最初最初的起點 然後 然後 後來 遇到一些變故 然後 變成了 黑暗這首歌 然後這也是黑暗這首歌 第一次表演 其實第二首歌 聽到黑暗的時候 看到他們在表演黑暗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難過 就是 也是一種 情感的投射 就是這首歌 聽到這首歌 想到了 可能過去的 一些 難過的事情 這樣 就有點感傷 對 怎麼知道 其實我是 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 他 在那個 甄選資訊 的那邊 才告訴我這個 甄選資訊 然後說 有這個資訊 然後就 可以試試看 就是其實挺突然的 真的是我一個 人生 人生規劃中 意料之外的一環 感謝那位朋友 對 因為他知道我 其實很喜歡舞台 然後也 向往 走偶像 的 這條 路 所以 他就告訴我 這個資訊 但他 他沒有選 他只是告訴我 這個資訊 所以我是一個人去 征選 我真的是很有勇氣 我熱愛13歲 我一個人去征選怕爆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 不太自立自強的人 所以 所以 我常常很需要 有個人陪伴 但我那時候一個人 我那時候還很小 我那時候還很小 有有 還有資訊 那時候 也是很有勇氣 小孩住 你只要說自己很小 但我就是 但我就是 不是特別的 不能說是特別外向的人 也是蠻內向的人 也是蠻害怕的 有啦我還是會很害怕好不好 對啊我爛泥之中就會有一股衝動 我的人生都是靠一股衝動在活的 沒有啦 沒有欸 嘿嘿嘿 對我的衝動 我今天要買這杯手藥 沒錯 這就是我的衝動 對啊 從小就 喜歡 表演 好我剛剛講到黑暗 對啊 黑暗之後呢 衝把少女們 重新出發 之後 勇往之前 就 回到了 回 又回到最初的 氣點 重新出發 又往之前 開啟了 TimTP的 篇章 就一直到了現在 對然後 還有 其實他這次的那個 安排我都蠻喜歡 好像是 斯亞跟 我們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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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ura 一起表演小組曲 還有看到Daisy的 因為喜歡你 還有出日 而且我其實也很喜歡 出日這首歌 因為我真的覺得 有啊我剛剛有講 衝把少女 衝啊 但是他還比開好 我很喜歡出日這首歌 因為我真的覺得出日這首歌就是 會讓人 我每次聽到出日這首歌的時候 然後看到出日的表演的時候 就是會真的覺得有一種 回到 初衷的感覺 回到 有回到最初的氣點 又再 又再最初的氣點 又回到 初衷的感覺 就是 喔 對 現在初衷就很想要回想起 當初想成為偶像的那個 初衷 不是我剛剛說聽到初衷 聽到初衷 想起了自己的初衷 這首歌的 情境很讚 雖然我沒有表演過初衷 希望以後有機會表演初衷 但我就很喜歡初衷 就是 好的 然後 還有那個 還有什麼 LOVE修行 LOVE修行 很就是 一起的研究生們 跟SIA一起表演的一首歌 然後 雖然一些當初的成員 可能不在 可能已經深圳式成了 或是不知道去哪兒了 可能不是最當初的那些人 就是 就是 現在的一起研究生們 一起 表演這首歌 對 然後 然後 真的 滿久以前 就是 那時候也是她剛開始的時候 滿 回憶沙 回憶沙的感覺 樂福修行 樂福修行 然後其實我覺得 思雅跟二祈 表演的檸檬年紀很可愛 他們之後 就是 抱在一起 我覺得那個 畫面很可愛 超級 有愛的感覺 對 然後 然後 我現在在憑我的記憶力 但我就是沒有表演到 Only Today 但是 Only Today 滿久沒有表演 我自己 還有這次還有新 新的是那個 你是旋律 你就是旋律 你是旋律 你就是旋律 你就是旋律 哪一個 你就是旋律 你就是旋律 這首很可愛 這首歌是滿好聽的 但是可惜 這次也無緣表演她 的 是嗎 不算吧 然後 然後 還有什麼 這次其實 一二三 五 但都有表演 但沒有表演到 五吼五吼 對 快閃也算是一個 回憶 回憶殺的部分 對對對 我知道那個 那個MV超好看 超美麗 對 沒有五吼五吼 我不知道 可能施雅不喜歡五吼 沒有啦 開玩笑 沒有 沒有刮C 對 烏猴好像 不知道塞在哪裡 然後 這是第一次表演的兩首歌 都滿可愛的 我說 唇上 B My Baby 跟 借口而已 Mayby 對 烏猴有點太開心了 這兩首歌 很可愛 很嗨 不知道 所以沒關係 Ban了兩首可愛的歌 因為是第一次跳 所以其實還蠻緊張的 不知道跳得怎麼樣 希望大家喜歡 And 後面很多首全員一起 我的腳又跑出來了 真的 後面還有全員曲嗎 對 烏猴對布丁拿的時候 蠻重要的 沒關係 以後應該還有機會再表演 三隻星星 我的襪子一直跑出來 你的臉比較好看 我猜得以為你要寫你的腳 比臉好看 但我直接嚇爆 全員曲有什麼 TTP 夢之路 夕陽 櫻花瓣 綠草地 腳臉 還有什麼 夢之河 夢之河 好像是七首是不是 裝陽台 對啊 裝陽台了 厲害吧 它看起來真的蠻真的齁 是好像七首吧 對 七首歌 TTP就是有一個 環繞那個 延伸舞台的地方 不錯 不錯 對 我剛還沒講 果實嗎 我第一次表演 沒有這樣延伸舞台 還不錯 我覺得蠻好的 近距離接觸大家 對 這七首歌 最後七首就是全員曲 TTP就是 一如既往的歡樂 我現在想要TTP 都會想要笑唱 因為以前笑唱都已經會變TTP 欸 居然給我一個廣告 對啊 我是在國外 是不是 等一下喔 我的廣告可以 為什麼他跑到這裡 為什麼他跑到這裡 好沒事 居光為什麼今天一直用這個表情 剛剛講到哪裡啊 我現在想要TTP 都會想要笑唱 因為笑唱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 蠻有紀念意義的一個時光 因為那陣子很開心 就是可以 每幾個禮拜 就可以出去表演 就算 就只是快閃一下 去一下那邊 其他學校表演 就馬上跑走 但是 真的蠻懷念的那段時光 很開心 就很常去表演 就是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 就是很喜歡這種 可以一直有出去BANG 機會 的機會 然後看到 台下觀眾們 有時候會遇到真的很熱情的觀眾 就很開心 就雖然 就是也是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讓大家看到我們 好的一面 可愛的一面 美麗的一面 活力的一面 想要就是也想要推廣 推廣給全台灣的朋友 對然後 每次出去的時候就感覺很像校外教學 就是坐著車 跑到各地去 去過很多沒有去過的地方 謝謝 謝謝 對 蠻多的學生真的很熱情 完蛋了 我下次再去我就不是高中生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我高中生的時候 我還有去 還有去過就好 反正 蕭蕭這個玩家也是個很珍貴的回音 就每次出去都很開心啊 開開心心 表演 有一種巡迴的感覺 對嘛 好 然後 TTP 然後孟之路也是 我很久沒有幹的一首歌 因為 孟之路是那個什麼 對 我還是最年輕的 哇哈哈 哪個裡面 可是以後也 應該也沒有機會再跟我們的櫻花校唱小隊一起出去 怎樣 我看起來應該很 18歲應該很剛好 應該比較剛好 然後我要講什麼 孟之路因為我上次表演已經是運動會的時候了 他們上次三週年好像也有表演 但是我也沒有 我那時候也沒有表演到 所以我上次表演已經是那個什麼 演唱會 然後孟之路這首歌就是一個很壯觀 而且又加上那個衣服 閃亮亮每個人都不同顏色 五顏六色 非常繽紛美麗的一首歌 對還有斯亞的Solo部分 還有漸層的部分 非常美麗的一首歌 視覺響應的一首歌 雖然這是跳短版 但應該還是足夠震撼 還不錯 對啊 很久了耶 還不錯不錯 讚讚 現在最後 還可以常表演 但是這首歌 比較難的地方就是要跑位子 因為位子要跑一小段距離 然後中間可能會經過很多人 有時候都會差一點跑不到這樣 就是比較 比較累的地方是要跑位子 攀登王高山的道路 別舉出 又不只一條能夠征服 樓下請回答 再來是什麼 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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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陽就是夕陽 夕陽喔 夕陽 夕陽就是夕 對於夕陽 夕陽就是一個溫暖的一首歌 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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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牌是怎麼樣 而且這次還有soundtrack 也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體驗這個 我原本以為大家應該會在一樓 結果大家在二樓 有啊 跳過很多邊的吧 雖然 那我上次跳夕陽 有什麼時候 我也忘記了 有嗎那個有跳嗎 三多年有跳嗎 我忘記了 還好耶 衣服的亮點在哪 我衣服的亮點就是 我最近一穿 最近練習大概都是穿的 兩隻一個短板上一家 黑色長褲 我顯得我腿非常的長 比例非常的好 我很開心 我喜歡穿 現在喜歡穿這樣 短板上一家長褲 長框褲 這是我最近的 練習穿搭 顯得我腿很長 而且那個褲子版型很棒 看起來腿就很長 就很棒 對啦 喔對 然後說到這個就要講一下馬尾的部分 就是啊 就是啊 我根本不是要綁雙馬尾 我其實彩排那天綁的是雙馬尾 彩排就是 表演前一天我綁雙馬尾 然後呢 後來我為什麼要綁便子啊 我也忘了 我後來就想說 還是綁便子看看 喔 因為我原本是想要綁另外一個髮型 就是有一個要先綁好便子的髮型 然後 再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 有有我彩排也有拍照 所以呢 之後呢 除了有便子版本的表演照 還有 雙馬尾版本的表演照 讓大家彌補 彌補大家沒看到我雙馬尾表演的 版本的照片 然後呢 我原本是想要綁一個 雙便子 要先綁好雙便子才能綁的髮型 但是我後來發現那個好像 有點難綁 不太適合 後來我就放棄了 沒有我沒有忘記 我彩排的時候是綁雙馬尾 對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就先綁便子吧 對然後就變成便子了 不太一樣 果實MV的那個便子不太一樣 而且便子也蠻好看的呀 很可愛吧 而且之後我綁便子 沒有人跟我搶 雖然好像也沒有綁上馬尾 低雙 好像沒有 沒關係啊 對果實是那種 很貼很密的 但我比較喜歡 那種比較鬆散的 會很停滲嗎 我忘記了 但是博士那時候的髮型也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 沒有辦法 就我本來也是想要幫我 畢業孔的那樣 但是他綁的另外一種 方法 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什麼事情 都可以如自己所願 講得好像很難過一樣 反正之後我也跟綁雙便子應該蠻好辨認吧 雙便子應該蠻好找的 比較有標誌性 而且因為我現在頭髮很長 所以如果綁雙便子的話 就是 不是雙便子 如果綁雙馬尾的話 好像頭髮有點太長 然後就一坨在那邊 所以我想說還是綁便子好了 喔 對然後 反正就是綁雙便子 沒關係我彩排的時候是綁雙馬尾 所以呢 我也有雙馬尾的照片可以發 突然很現實 沒辦法 這個社會 已經認清現實 對啊 雙便子應該蠻好發現的吧 要多久才會發 慢慢發 我其實原本想要 想說應該要發那個 LOVE修型那一套 但是我想說 這樣我會兩篇都是便子 所以我又放棄了 可是我又換了別的這樣 也不錯看 也不錯看 一個神奇的髮型 沒有苦苦照 對是在這裡拍的 但是就是在 門前面拍的 還是我待會就來發 但是我要借手機來 不然我現在手機沒辦法 也是可以 但是等我一下 不然我待會就直接發 再去留言 然後我最近發的 因為我上次有一陣子沒有發文 所以我就 觀察了一下我的觸及率 我那天發那個 隔很久發的第一篇的 那個 吃牙別演唱會那一篇 好像觸及 不是特別高 後來呢 昨天 前天 前天發的那個 未來的果實 好像又回來了 可喜可樂 好吧 可是我想說我現在直接 直接發的話 我可以直接叫大家 衝過去留言 因為等一下再發你們 做不定就去做別的事了 你們就忘記我要發文了 因為等一下再發你們 你們就忘記我要發文了 對 但是呢 最近新的天文呢 我們觸及率又回來了 哈囉觸及率 歡迎你回來 可以回來 搶頭箱 大家會搶頭箱嗎 而且我發現最近 對 而且我那天發的第一篇 而且我發現 就是 以前常來留言的 大家好像比較少 就是 留言比以前少 就是有些 大家每次可能固定都會來留言的人 好像 沒有發現我發文了 這樣 就 所以呢 大家 現在有在看直播的大家 請記得 可以去固定的天文底下留言 因為 留言好像跟以前比 好像少了一點點 是嗎 可是我那天也是差不多 八九點發的 就可能想說可能是 因為 觸及可能 跟以前不太一樣 可能有些人沒有發現我發文 這樣 所以 大家可以留言喔 按讚留言加分享 追蹤可愛不靈 按讚 按讚 沒關係 你可以留一顆愛情歌 喔真的喔 對 也是可以 好啦 好 那我可以提醒一下就這樣 感恩 感恩 按得 還有什麼 因為大家多留言的話 也會有更多人看到這篇貼文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有啊我也會那樣發 大家總會那樣發 黑鴨阿伯的真情告白 好 然後我剛剛講到哪裡 我剛剛講到哪裡 而且我最近發的那篇文是 我一開始也想說 他可能也不會回到以前的處境 然後結果後來 又默默的變回去了 就是 在後面的事 就是他不是一開始 最一開始發的時候 特別多人按讚 他就是這樣 後面慢慢持續的有人按讚 然後就 按讚 按讚 喔 對 講完了夕陽 按讚 按讚 這是什麼 夢之河 沒有流量密碼 夢之河 對那天 那天 那張是竹竹拍的 但也是經過我的橋手 你的那張原本的那個 顏色 那個射調 就是有點橘橘黃黃 因為那個時候 後檯拍的就沒有那麼亮 然後我是經過我橋的 敲手一遍 才讓它變成比較亮一點的顏色 真的假的 修多久也還好 還行 孟之河剛剛有稍微提過一下 反正 感人的一首歌 我可以直接開始跳孟之河是不是 這台孟之河笑的首是什麼 孟之河笑的首是什麼是什麼 櫻花瓣 媽 竹竹很會拍 對 櫻花瓣 然後那個時候孟之河的時候 晨晨在我旁邊 他就遞給我一張衛生紙 晨晨真是貼心小寶貝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在哭嘛 然後他就給我一張衛生紙 喔 剛才擦乾眼淚 然後剛才跳櫻花瓣 但是呢 跳櫻花瓣的時候很尷尬 因為我手上有一張衛生紙 我右手有一張衛生紙 但是跳的時候 一開始還好 一開始還沒有什麼手部的動作 然後接著呢 就要開始 開始跳那個什麼 開始跳手的動作 然後我又趁趁 趕快趁機把我的衛生紙 塞到左手 拿麥克風的手 就是傅翁 不然他會趕快塞到左手 但是後來呢 因為後來 我就一直拿在左手嘛 但是呢 我也不能 就是 那個在左手的衛生紙 我也不能隨便亂丟 我也不能亂丟在底下 我也怕 不能亂丟 如果被人踩到跌倒就不好 所以我也不能亂丟 我就拿在手上 後來呢 我就把它塞到我的 我的 我的背後 然後後來 我就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後來那個衛生紙 我就不知道去哪了 沒有把它塞到背後 但我不知道後來他去哪裡了 對啊 反正那個Pooling Magic 然後衛生紙就消失了 可能是我換衣服的時候 可能掉下來之類的 我不確定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裡 反正他一定有一個好的歸宿 垃圾桶之類的 不用擔心他 他應該很好 反正這是衛生紙的故事 謝謝衛生紙的貢獻 沒有那個是我的 那是我的衣服 布丁 上面寫鄭家喻 所以下次就算他還在那邊也是我發現 那時候是穿絲雅的那個 絲雅畢業廳 大家都有買起來嗎 我也有一件 好看 而且他那個 我覺得他那個材質很不錯 就還蠻 材質蠻厚的 對 爸爸 And 我今天就叫And 銀化辦 然後再來 喔 教練 11月的教練 我11月的教練呢 大家有發現我在哪裡嗎 沒有 我在他 斯里亞的正後方 但是呢 我有一個地方 跳錯 而且很明顯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 跳錯的當下 很想打握我自己 就是大家全部往 右邊的時候 往左邊 非常想打爆自己的瞬間 然後我就默默的移到右邊 我真的是 因為 因為我在跳這首歌 我的 可能是我 剛好被遮住 那就還好 可能二樓看的比較明顯 因為我唱這首歌 要 要換左右邊 要換左右邊 線上應該是 沒看到啦 應該沒有 應該 應該 好 大家是長到沒看到 而且我讚 讚的位置 是 小力有以前輩的位置 讚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是沒有拍到 剛好沒有切到兩邊 還好 沒事沒事 翻腳練 腳練以前就有那個 玩這TV小力 先不要 沒那麼厲害 現在AKIA的掌聲鼓勵 那你叫什麼 教練我們以前幾周年啊 二周年 二周年 二周年有唱過 但是那時候沒有表演舞蹈 然後這次有表演舞蹈還不錯 我覺得這首歌就是我 最喜歡的馬友前輩的畢業歌 難得可以亂一首歌 而且這首歌的舞蹈編排其實 蠻好的 就是它整個 排牆非常的華麗 就是 反正就是你們有認真看到 反正 舞蹈編排 是有那些 漸層啊 或者是 那個什麼 一些左右的 不同的 走位 動作之類的 看起來視覺上應該蠻豐富的 以為會頭下 以為勒 想不到了吧 但這次可以飛舞蹈也還不錯 然後最後一首歌是 《綠草地》 對 想當年 三周年的時候 想當年 三周年的時候 跳《綠草地》的時候 也是在爆哭 不要攻擊它 反正《綠草地》就是 作為最後一首歌的收尾 也是 很代表思雅的一首歌曲 具有代表性的《綠草地》 這次的《綠草地》跟 《三周年人跳》的位置 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呢 有嗎 沒有 喝奶茶 很壯觀 你看 一片綠油油 反正我跟《三周年》是 在一樣的地方 在 就是《三周年》 我三周年跳的哪首歌 其實我也有點忘記 我三周年跳的《綠草地》還有什麼 《櫻花瓣》嗎 沒有 沒有《櫻花瓣》 三周年跳的《綠草地》還有什麼 《夕陽》嗎 有《夕陽》嗎 我三周年到底跳的哪三首歌 《夕陽》 哦 對 《飛雞雲》 欸 你不是說我真的才能忘記 三首 我跳了三首歌 《飛雞雲》怎麼跳那一首 我只記得拿你的毛巾再跳一跳去 這首歌比較歡樂嗎 我一定有留望你怎麼唱 現在真的想不起來怎麼辦 很沒有印象的一首歌 因為只練了一下 然後你也只跳了一次 但是我 複習的話就會想起來了 我來聽一下 我真的突然想不起來 怎麼會這樣 好誇張喔 我的記憶 半年了好不好 想半年我才剛考完學測 我已經考完學測半年了 真棒 最近那個什麼分科 好像也要開始舔志願了是不是 其實現在沒有毛巾 過半年加熱 現在沒有毛巾耶 好像把地毯拿下來甩 這想不起來耶 複習一下 對我還有兩個蓬蓬生死未卜 好好笑 響起來了 這首是我 這首是第一首跳的 然後我還跑到台下去跳 響起來了 對 這首衝不出來 然後我還跑到台下去 沒錯我還記得 欸這段年很久耶 有呀我還記得 OKOK 就一直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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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会跳 哒哒哒 右邊 左邊 好了 謝謝 好了 反正思雅的演唱會大概就 差不多是這樣 好 我們直播已經快結束了 終於進入第三個主題 反正最近也就是快開選 然後要開始研究一些選客的事情 然後我就看得很不沙沙 因為人家是新的小大衣 對於選客這件事真的不是非常的熟悉 然後 就是要研究這個 然後 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買Mac 因為就是會聽說 會有一些什麼 烏香龍的什麼 對啊 可是 但是 是都必須 但我還是看不看懂 買買買買 而且我覺得 因為如果買Mac 然後 它除了Mac之外 又有多AirPods 這樣想起來 好像比我買一台 就是我原本想要買的筆電 再便宜一點點 會不會系上牌子 這就是 怕有些 有些什麼 不想用的問題 問就是買 猶豫就是想用 其實我 想要AirPods 是因為有一個 我有看到一個非常可愛的AirPods 怎麼可以 問那個科 你覺得 想要買AirPods 你覺得買一般筆電比較好 你覺得買一般筆電比較好 我不會賣掉 買殼但是我沒有那個啊 但是我又聽說 好像有 就是 就是我聽說 有 有些人說有問題 有些人又說沒問題 就我真的不知道 信哪邊 就是經過我的研究 怕問 有些人說 會有問題 有些人又說 完全沒問題啊 對啊 買殼沒有東西在裡面 所以可以再跟 安裝Windows 系統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 有些人說如果你 不玩遊戲的話 可以買 因為我是一個 不會玩電腦遊戲 所以 我好像 也還好 真的喔 不行了 都買太多了 沒那麼 沒那麼盤 買一台就好了 我是解釋 是金牛寶寶寶 真的不會玩欸 就像我現在也沒玩 我以後應該也不會玩 喔 好 可能是 可能是 有聽說 假的說 就像我們現在手機的 你手機的iPhone 然後可能跟 Mac可以直接AirDrop 比較方便之類的 I don't know 我的音樂 我按照 好 我就像筆劍加耳機 覺得我蠻筆劍還沒元 是喔 或是M2比較貴欸 好的 謝謝天天 不是特殊的戲 有特殊軟體 一般我會說用MAC MAC 她是不是 好煩喔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特殊軟體 就是那種 會用到的應該就是什麼剪輯軟體 那是Adobe系列那些 應該還好吧 好像其他 可能那個什麼咧 那個office的那些咧 就是 那個那些什麼word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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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便 輕便 對 就是聽說什麼word PPT 好像window 什麼跑 跑 跑掉 喔 喔 那它轉就是它轉換會 會 會 格式跑掉之類的嗎 對啊 它會 就是會跑掉 可是如果你這樣為什麼還是有特殊 都有MAC 都有MAC 我也不知道 喔 整合好了喔 不愧是天天大師 但我也有問 因為我 我有問四孩 因為它是用MAC 它是跟我講說 它覺得 它覺得 不會 它覺得還好 就是 它覺得 可以 喔 喔 那我 然後我有問過我的一個 同學 我的 新同學 他這跟我說 他跟我說什麼 好像 有 我這個科系的 人 好像 比較推薦 MAC 我是還好 對於那種什麼 潮流的部分 我是還好 因為畢竟我都沒有買AirPods 如果我今天真的很追求潮流 我就會去買AirPods 但是我真的不太 care這個 雖然我買了iPhone 12 笑的 可是 那這樣我會買到電競嗎 可是 好像用 我也不確定 沒有 我用我的手機 我用我的手機 我再看看囉 不愧是天天 天天 專業顧問 但我也不是那個什麼 我也不是理工那些的 所以 我也不會需要寫程式 喔 那個啦 是他跟我說 如果你沒有要寫程式 就沒什麼差別 我不會寫到程式 發現自己 越來越好 看見紅嫩好氣色 好朋友離開後六天 點到英偉喜歡你了 好沒關係 真的嗎 真的嗎 外觀我但是還好 第一次我想去試掉 可是我想先買 對啊 因為 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特殊軟體應該是沒有 怎樣算是特殊軟體 喔真的喔 但我不會寫程式 我是 文竹 寶貝 欸對 然後顏色我也不知道 我有看了一下顏色 我也不是以為 要買什麼顏色 我可能會想要去 實體見面看看 因為其實我前幾天 有去看 稍微看一下底片 但我還沒有看過那個 那不用擔心 因為我也不是鼓上 我自己自稱文竹寶貝 自己自稱文竹寶貝 自己自稱文竹寶貝 對啊灰景 應該應該 銀色灰色 應該不會選金色的 我想要去看實體 對我要看重量 但應該也沒有很重 好像不太重 不要買浮誇的顏色 我要走低調路線 反正我這是一個低調路線 今天直播穿不到這邊 還要再買硬點喔 好複雜喔 剪輯也是MAC好 就覺得你是MAC 我長得不低調 不會啊 真的喔 謝謝大家的意見 感謝各位資訊大聲 我會再做思考 順便去看看 詩題 不要 不用 不用 先不用 我要當低調的 好 今天的直播呢 也差不多到這裡喔 只是今天的主題 都稍微聊過了 耶 祝辦新家 新地方愉快 不要不要 我是低調的人 好 希望今天大家看得開心 那我們就下禮拜 快 日 同一期間5點半見囉 練保時間 第10名是 金米中 第9名是 劉建古 第7名是 阿瑜 第6名是 阿瑜 第5名是 烏魚 第4名是 中瑩 第3名是 阿Q 你幹嘛 在那邊幹嘛 第2名是 今天的直播到這邊 希望大家今天看得開心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 對 今天連兩週都是禮拜天 5點半 然後大家看完就可以去吃飯 當然 有押韻 然後我待會發文 請注意 對是你阿瓶 恭喜恭喜 然後待會發文 搶頭箱喔 我訂個時間好了 50分 50分發文 50分 讓大家有心理準備 50分發文 50分 求推薦 晚三次烏龍麵 太趕了吧 不會阿 因為我已經修好了 50分 還是要怎樣 55分 好嗎 55 8點 行不行 8點 8點整 好 8點整 好不好 講求一個 那個 講求一個 你要什麼 什麼 不是 講求一個 整點 OK 8點整 發文 拜拜